全球大視野 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澤蘭斯基 目前是全世界 最了不起的一個總統 因為全世界有一個總統 能夠做全球的巡迴演講 真的只有他了 其他人大概做不到 連拜登大概都做不到 還要求全球的公民站出來 對對對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一個領導人 我們必須要承認 那雖然前面決策失敗 但在這一段時間的表現 可圈可點 再來 他很希望到每個國家的 國會裡面去發表演講 因為透過國會演講 就會在他的 該國的國內的民眾心目中 來做一個相當程度的影響 當該國的民眾的態度一改變的話 就影響到他政府的態度 日本就是一個例子 還有很多國家也就是一個例子 本來拜登對烏克蘭的調子 定得很清楚了 可是當澤蘭斯基對美國國會演講的時候 這個拜登馬上再加碼 我再給你8億10億 這效果很彰顯 他當然希望說可不可以到中國的全國人代常委會 也等於中國的國會 是不是也來一場演講 他知道這可能性是不高 所以退而求其次說 我可不可以跟習主席來通個電話 那這個如果能夠通上電話 他一定也是一個國際宣傳帳上 烏克蘭很成功的一局嘛 所以他當然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這個我們理解他的戰略 他的想法 但是就中國來講就是說 我如果跟你通話 然後你在國際上很多宣傳戰 那普丁不高興 那我就這個順了故意得罪了少益 對他來講也是很為難 所以不是不會答應 習近平這邊一定會先跟普丁商量 哲蘭司機可能會講什麼 我要講什麼 您覺得這樣是否妥當 這總是要商量的 那可不可以把它演化成說 這個俄烏之間的一個談判前的 一個氣氛的安排 不排除了這個可能性 所以哲蘭司機才講說 我沒有要為難你啦 我沒有要你制裁啦 我也沒有說你華為不可以賣到俄羅斯 我也不能說你那個銀鏈 不可以在俄羅斯弄啦 我也沒有說你人民幣 你不可以跟俄羅斯成為一個交換中心 都不會這樣 不像說會出來點名說 台灣你那個華碩怎麼賣到俄羅斯去 嚇得華碩馬上說 我趕快捐兩千多萬元 我從此不賣到俄羅斯去了 他不敢開這個條件 他知道中國是不會答應這種條件的 但是他要求中國說 你可不可以來擔任安全架構的保證人 可是前提是說 那你二屋之間談出安全 和平條A或者其他的停我協議 你現在什麼都沒有 你叫我去保證什麼 保證是說你們兩方面白紙黑字寫好了 寫好了假方乙方當事人寫好了 我秉方的保證人我才有牽制的空間 那你們現在到底談不談 不知道 還是談談打打打打打談談 那我覺得這個賴教授的判斷 應該是非常的精準 烏克蘭未來幾個月的消息會越來越少 理由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俄烏之間的戰爭 會很像那個韓戰的末期 越打的戰事規模越小 然後各手各自的停火線 那最後知道什麼 剛好那時候剛好是史大尼一死 那好啦史大尼死 大家就呼嚨呼嚨38度線 話一話就解決了 雖然大家都不滿意 可是這個是現狀 大家也沒辦法 所以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的規模 當然馬力波是因為有的 納粹團體在那邊 所以對於普廷來講 他說要去納粹化 人家問你啊 馬力波你都沒有打下來 你給我去什麼納粹化 所以這個東西他一定會很殘忍的打不渴 那其他地方你可以看到嗎 哪有時候基輔圍著 水通電通還有麵包 那還有什麼波蘭幾個總理 還可以搭火車去訪問 電視台還可以照播 電視台可以照播 這擺明就是我沒有要打你嘛 我只是圍困你 大家坐下來好好談嘛 所以這個性質很像國共內戰 不太像國與國之間 像美國打伊拉克 或者說什麼那個很殘酷的國家的戰爭 那既然如此的話 就中國來講 我做公親也要等到你們兩方面同意我來做公親 第一個普廷有沒有說要中國出來做公親 沒有啊沒有 第二個你這個澤蘭斯基雖然表面上找我當共親 可是你不是你雖然是烏克蘭的總統 但是你有兩個問題必須解決 第一個問題 澤蘭斯基是美國級的美國公民 你後面的老大哥叫做美國 美國到現在為止沒有開口說要和談 沒有啊要停火沒有啊 然後美國沒有說 習總書記習主席可麻煩你 你跑一趟也沒有啊對不對 所以你假以當事人兩方 該坐下來談的時候 你就裝著無視人嗎 小習近平就跟他講 跟拜登講 你可不可以 北約跟美國好好跟俄羅斯談一談 那意思很明白了嗎 你們兩個談好了 要我要我做什麼保證人 我這樣才像嘛 保證人其實就是沒人 必要的時候派出違和部隊 讓你們兩個不要再打架嘛 可是你們沒有談好啊 那你們沒有談好我怎麼做保證人 我怎麼做什麼安全架構的一個 那或者 即使在安理會要做決議的時候 我有權力做一個很重要的決議 我也無從錯起啊 所以這一點可能這個應該 哲蘭司機提出來以後 這個中國還在商量當中 還在研究 那他不會這麼貿然 去介入這樣的一個活動 再回過頭來講 中國會反對說要把這個俄羅斯 踢出這個所謂的G20 這是很正當的為什麼 大家可能都忘了 G20什麼時候成立的 2008年 那為什麼2008成立呢 因為2008年 這個全世界有個金融海嘯 大家記不記得 都忘了嗎 誰搞出來的 美國嘛 G7統統有份啦 不知道是美國 當時應該英國 那個英鎊跌成什麼樣子的 美元跌成什麼樣子的 還有義大利共不用講了 對不對 義大利快破產了 還有什麼 他們所扶持的小國家西 大家都還記得啦對不對 然後那他說猛丟各種歐洲的公債 大家記不記得啊 那為什麼要集團體 我們撐不住啦 中國你會幫幫忙 至少把人民幣穩定啊 那中國二話不說 拿了大筆鈔票去維持港幣的穩定 大家都忘了這件事情了嗎 然後維持這個什麼 港股的穩定 那由港幣港股 就穩定了中東京 再加穩定了這個什麼 紐約跟倫敦 要出錢 要吃飯 要出錢 付帳的時候 你叫我集團體來 怎麼現在煮菜上來的時候 你叫我說 以前俄羅斯幫忙的那個人 要把他趕走 這不通吧 因為在當時 穩定整個全世界的金融秩序 真的就是靠什麼 靠產油國家 以及靠什麼 靠中國 那產油國家有一個OPEC 一個Plus 那個Plus就是誰啊 就是俄羅斯嘛 當時你們大家困難的時候 找我俄羅斯 找我中國 出來當羅柱對不對 好啦 什麼 你現在羅柱要趕走了 還是你要把集團體 變成一個經濟以外的 一個很複雜的政治組織 先講清楚嘛 所以中國當然反對嘛 基本上只要中國反對的話 拜登也沒辦法 雖然拜登現在為了競選 口氣會比較大 我跟各位講 民主政治最大最大的缺點 就是每到了選舉的時候 任何一個政黨跟政客 會踩著國家利益 跟他國人民的利益 怎麼樣 來犧牲全世界的利益 就是為了他自己連任當選 所以拜登其實就是這種政客 不要以為他是什麼 偉大的神啊 華盛頓啊 他倒不如有那個階段 因為他也沒有寫過 什麼像樣的文章 就是一個文莫不通的人 然後拜登這個人 他為了今年的選舉 他一定會講大話 你看喔 我有警告過中國 美國民眾投票給我吧 你看我都審都警告中國 不要忘記啊 在那一場裡面 美國是有警告 拜登有警告習近平 習近平有沒有警告拜登 有啊 你們敢再玩弄台灣問題的話 我就會有顛覆性的後果 好吧 你負慘痛代價 你會有顛覆性的後果 哪一個比較嚴厲啊 很難講啊對不對 所以中國在那場習拜會裡面 並沒有走下風 可是問題是 離開了習拜會場 我講習近平也知道 選舉人的毛病嘛 就讓拜登吹吹風好 碰風碰風 為什麼 因為莫迪為了上次的選舉 都可以把那個什麼 喜馬拉雅山旁邊那個 新時期時代的石頭戰爭 誇大什麼印度教的民族主義 為了幫助他自己當選 但根本是很荒唐的誇大 可是你看中國有沒有 不吭聲 意思好不好 你碰風就去碰風吧 朋友 反正就是四敵四敵 可能打完了明天也是朋友嘛 就讓你去碰風 我就不吭聲就好了 所以碰風完了 現在 莫迪好像選贏了嘛 就沒事了嘛 王毅你要來訪問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知道民主政治 最大最大的缺點 就是在這裡 所以他現在拜登說要把俄羅斯 趕之集團體 其實也是為了他民主黨的選舉 你不要以為他是為了什麼 美國的利益 為了什麼世界的和平 什麼自由民主人權 你如果相信政客這一套鬼話的話 那你就簡直是在 在相信電信詐騙 那不能怪人 這裡頭跟一般的XO醬不一樣 就是他用料食材真的是五星級 其實就是你可能燙個青菜 然後你就加一點干貝醬 或者是炒飯的時候 加一點干貝醬 其實就很夠味了 五星級料理到快點購 就可以買得到 有需要的朋友 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分享資訊了